3月12号,泰国证券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月份泰国股市行情 根据泰国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与1月相比,2月份泰国SET指数大涨4.01% 分析人士称,这源于去年财报出炉显示收益好转及大选过后泰国证据趋于缓和的带动 泰国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2月份外资在泰国股市抛售213亿4500万泰铢,与去年年底相比有所下降 其中SET50指数成交量比1月下降18.52%,商品期货股份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45.88% 比1月上涨42.80% 东盟卫视MGTV记者和交方江凯,泰国曼谷报道